阿拉伯帝国在西方历史上可是神一般的存在 这个国家从小地盘开始渐渐扩大占领西方 让西方人心惊胆战 但是要知道 阿拉伯帝国当时跟中国唐朝处在同一时期 并且疆域也几乎接扰 那么阿拉伯帝国四处征战 为什么不去攻打唐朝呢 其实对于阿拉伯帝国来说 还真是想想想想 攻打唐朝 因为在他们看来 唐朝呢就是自己嘴里的一块肥肉 想要吃掉就吃掉 在攻打唐朝之前 阿拉伯帝国的人曾经夸下海口 说唐朝这块地方谁要是打下来 谁就是唐朝地区的总督 这句话一个是想要激励军心 一个是想要对唐朝表示蔑视 打击唐朝的自信心 但是大唐军队对这些并不敢冒 根本就是懒得搭理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一看 心说还敢瞧不起我们 于是就派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出征大唐 决定把大唐打下来 成为阿拉伯的地盘 结果大唐派出一万军队 就把阿拉伯人打得爆头鼠窜 此战之后 阿拉伯人就沉默 很长一段时间就演习西谷 都不敢再说什么 到安史之乱的时候 阿拉伯人又高兴了 因为他们看到中原地区形势混乱 心说 这是我们进攻唐朝的大好时机 于是阿拉伯人前后投入30万军队攻打大唐 势必要把大唐打下来 而面对大唐人反东 阿拉伯人也是铁了心 一定要打赢 最后 阿拉伯人终于打赢战斗 但是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之后 阿拉伯人就退兵 从此再也不敢说攻打唐朝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要奇怪了 心说 阿拉伯人不是答应了吗 为什么还要退兵 不应该趁机会继续进兵攻打唐朝吗 实际上 看看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 我们就知道阿拉伯人为什么要退兵 因为在这场战斗中 阿拉伯人前后一共投入30万军队 各种战略物资不计其数 但是在唐朝这边 却仅仅投入2万人 并且没有后续部队 就是这2万人跟阿拉伯人的30万人打了好久 最后阿拉伯人在此战中损失7万士兵 而唐朝仅仅损失1万5千士兵 也就是说差距如此巨大 那还怎么打 要知道 唐朝军队可不止几万 而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就连打2万人都这么费劲 阿拉伯人还有什么希望攻下唐朝 所以阿拉伯人因此就不敢再进犯唐朝 打消自己进入东方的念头 同样是对外战争 三国时期同样一样 很多人可能很奇怪 说三国时期中原战乱 那么少数民族为什么不趁机会进入中原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说少数民族还没统一 有人说汉朝威望仍旧在那里 少数民族不敢贸然入侵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少数民族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趁着三国时期中原内乱 他们的确领兵进犯中原 但是中原地区虽然三国鼎立 不管哪个国家军队战斗力都不一般 曹卫在北方抗击匈奴 打的匈奴人不敢往南 蜀汉诸葛亮平定南满猛祸 马超抵抗西凉官兵 这也是人尽皆知的故事 至于东吴更是平定百岳安定东南 所以说三国时候不是外族人不敢入侵 是因为入侵之后被三国教训了一顿 打怕了不敢来发